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红绿灯的存在是为了让交通更加的有秩序 但是你们能够面对一公里竟然有31个红绿灯的存在吗 这样密集的红绿灯设施听者是不是觉得头疼呢 一公里竟然有31个红绿灯老四七最头疼的道路 在台南市仁德区有一条公路叫做逸林路 这条路其实只有一公里长但是它竟有31个红绿灯 也就是说汽车刚起步就得等一个红绿灯 要是运气不好全遇到红灯的话 估计你要花上半个小时才能够通过这条路 这条道路是中国红绿灯最密集的道路 它也是老司机最头疼的道路了 在这条道路上开车还不如步行的快呢 那么为什么短短一条道路要设置这么多的红绿灯呢 因为在逸林路的附近全是大大小小的工厂 每天都会有许多大卡车 从这里经过 要是遇到上下班高峰期的话 这里很容易会发生交通事故 为了更好地管理这里的交通 当地的交警也只能够强制性地加装这些红绿灯 要是你遇到这样的道路 你会怎么样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分享转发哟